第十二章 輔助閱讀 除了書籍本身之外 任何輔助閱讀我們都可以稱作外在閱讀 所謂內在閱讀 意思是指閱讀書籍的本身 與所有其他書都是不相關的 而外在閱讀 指的是我們借助其他書籍來閱讀一本書 到目前為止 我們故意避免講到外在的輔助閱讀 我們前面所談到的閱讀規則 是有關內在的閱讀規則 並不包括這本書以外的地方尋找意義 有好幾個理由令我們堅持到現在 一直將焦點集中在身為讀者的基本工作上 拿起一本書來研究 運用自己的頭腦來努力 不用其他的幫助 但如果一直這樣做下去 可能就錯了 外在閱讀可以幫上這個忙 有時候還非要借助外在閱讀 才能夠完全理解一本書 我們一直到現在才提出外在閱讀的一個理由是 在理解與批評一本書的過程中 內在與外在的閱讀通常會混在一起 在詮釋、批評和做大綱的時候 我們都難免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 我們一定都讀過其他的書 沒有人是從分析閱讀開始閱讀第一本書的 我們可能不會充分對照其他書籍 或者自己生活裡面的經驗 但我們免不了會將某一位作者對某件事的聲明和結論 拿來跟我們所知的很多不同來源的經驗做比較 這樣也是俗話說的 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閱讀一本書 但是要拖到現在才提出外在閱讀的主要理由是 很多讀者太依賴外在的輔助了 我們希望你了解這是毫無必要的 閱讀一本書的時候 另一隻手上還拿著一本字典 其實是一個壞主意 當然這並不是說你在遇到生殖的時候都不可以查字典 同樣地一本書困擾著你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建議你去閱讀評論這本書的文章 整體來說 在你尋找外力幫助之前 最好能夠自己一個人閱讀 如果你經常這樣做 最後你會發現越來越不需要外界的助力 外在的輔助來源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在這一章中我們會依照以下的順序來討論 第一 相關經驗 第二 其他的書 第三 道論和摘要 第四 工具書 要怎樣運用或者什麼時候運用這些外在的輔助資料 我們沒有辦法針對特例一一說明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般性的說明 根據一般的閱讀常識來說 你依照內在閱讀的規則盡力將一本書讀完之後 還是有一部分不懂或全部不明白的時候 就應該要找外在的幫助 相關經驗的角色 有兩種形態的相關經驗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閱讀的時候有困難的書 在第六章我們已經講到一般經驗和特殊經驗的不同之處 一般經驗適用於任何一個活著的男人和女人 特殊經驗則需要主動地尋找 只有當一個人碰到困難的時候才會用得上 特殊經驗的最佳例子就是在實驗室之中進行實驗 但是也不一定需要有實驗室 譬如一位人類學家的特殊經驗可以是在旅行到亞馬遜流域 去研究一個尚未被開發的原始土著的居住形態 它因此增加了一些別人沒有的特殊經驗 也都是很多人不可能有的經驗 如果大多數科學家探險過那個區域之後 他的經驗就失去了獨特性 同樣的,太空人登陸月球也是非常特殊的經驗 而月球並不是一般人習以為常的實驗室 大多數人並沒有機會知道居住在沒有空氣的星球上是什麼滋味 而在這樣成為一般經驗之前 大多數人還是會保持這樣的狀態 同樣的,上面有龐大地心引力的木星 在一般人心中也會繼續想像成一個實驗室一樣的地方 而且可能會一直是這樣 一般的經驗不一定要每個人都有才叫一般 一般,common和全體,universal是有些差別的 譬如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經歷生下來就有父母的經驗 因為有些人一出生就是孤兒 然而家庭生活卻是一般人的普通經驗 因為這是大多數男人和女人在正常生活中的體驗 同樣的,性愛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 但這是共通的經驗 因此我們稱這個經驗為一般經驗 有些男人或女人從來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這個經驗被絕大多數的人類共享著 因此不能叫做特殊經驗 這樣並不是性愛經驗不能在實驗室中做研究 實際上也有很多人在做 被教導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 有些人從未翻過學 但這是屬於一般的經驗 這兩種經驗主要是與不同的書籍有關 一般經驗是一方面與閱讀小說有關 另一方面與閱讀哲學書籍有關 判斷一本小說的寫實性 完全要依賴一般的經驗 就好像所有的人一樣 我們從自己的生活體驗來看這本書 是真實或者不夠真實 哲學家與詩人一樣 也是數諸人類的共通經驗 他並沒有在實驗室工作 或者在外面做專門的研究調查 因此你不用用外界特殊經驗的輔助 就能理解一位哲學家的主要原則 他說的是你所知道的一般經驗 如你每日生活中所觀察到的世界 特殊經驗主要是與閱讀科學性的作品有關 要了解與判斷一本科學作品所歸納的論點 你就必須了解科學家所做的實驗報告和證明 有時候科學家在形容一個實驗的時候 許許如生 你讀起來一點困難都沒有 有時候說明圖表會幫助你了解這些 好像奇蹟般的描述 閱讀歷史作品同時與一般經驗和特殊經驗都有關 這是因為歷史參加著虛構與科學的部分 從一方面來說 口述歷史是一個故事 有情節、角色、插曲、複雜動作、高潮、如波 這就好像一般經驗也適用於閱讀小說和戲劇一樣 但是歷史也好像科學一樣 至少有些歷史學家自己研究的經驗是相當獨特的 他可能有機會閱讀到一些機密文件 而一般人如果閱讀這些文件是會有麻煩的 他可能做過廣泛的研究 不是進入殘存的古老文明地區 就是訪問過偏遠地區的人民生活 要怎樣才能知道你是否適當地運用自己的經驗 來幫助你讀一本書呢? 最確定的測驗方式就是我們討論過的方式 跟測驗你的理解力一樣 問問你自己 在你覺得自己了解某一點上 能不能舉出一個實例出來? 很多次我們要學生這樣做 學生卻答不出來 他們看起來是了解某一個重點 但是叫他們舉一個例子說明的時候 他們有一年亡言的樣子 顯然他們並不是真的讀明白了一本書 在你不太確定自己有沒有掌握這本書的時候 不妨這樣測驗一下你自己 而阿里士多德在倫理學之中討論的道德為例 他一再強調道德意味著過與不及之間的狀態 他舉出了一些具體的例子 你能夠同樣舉出類似的例子嗎? 如果可以你就大致了解它的重點 否則你就應該重新回到原點 再讀一次它的論點 其他書可以當作閱讀的時候的外在助力 在後面我們會討論到的主題閱讀 那是在同一個主題之下閱讀很多本書 此刻我們要談的是閱讀其他書籍 以輔助我們閱讀某一本書的好處 我們的建議尤其適用於所謂巨著 一般人總是抱著熱枕想要閱讀巨著 但當他絕望地感覺到自己沒辦法理解這本書的時候 熱枕很快就消退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 要怎樣好好讀一本書 但還不僅如此 還有另一個原因 他們認為自己應該能夠讀明白自己所選的第一本書 是不需要再讀其他相關的著作 他們可能想要閱讀聯邦公報 但就沒有事先先看過聯邦條例和美國憲法 或者是他們讀明白這些書 但就沒有看過曼德斯溝的《論法的精神》 和勞梭的《社會契約論》 很多偉大的作品不只是互相有關聯 而且在寫作的時候還有特定的先後順序 這些都是不應該忽略的事 後人的作品總是受到前人的影響 如果你先讀前一位的作品 他可能會幫助你了解後人的作品 閱讀彼此相關的書籍 依照寫作的時間順序來讀 對你了解最後寫的作品有很大幫助 這就是外在輔助閱讀的基本常識和規則 外在輔助閱讀的主要功用在於延伸與一本書相關的內容脈絡 我們講過文章的脈絡有助於詮釋字義和句子 找出共識和主子 就好像一整本書的脈絡是由各個部分貫穿起來一樣 相關的書籍也能夠提供一個大型的網絡脈絡 而幫助你詮釋你正在閱讀的書 我們經常會發現一本偉大的著作總會有很長的對話部分 偉大的作者也是偉大的讀者 想要了解他們不妨讀一讀他們在讀的書 身為讀者他們也是與作者對話 就好像我們在跟我們所閱讀的書進行對話一樣 只不過我們可能沒有寫過其他書 想要加入這樣的談話 我們一定要閱讀和具著相關的著作 而且要依照寫作前後的年表來閱讀 有關這些書的對話是有時間順序的 時間順序是最基本的 千萬不能忽略 閱讀的順序可以從現代到過去 也可以從過去到現代 雖然從過去讀到現代的作品 因為順其自然而有一定的好處 不過年代的角度也可以到過來觀察 順便提醒一下 比起科學與小說類的書 閱讀歷史和哲學的書的時候 比較需要閱讀相關的書籍 尤其是閱讀哲學書的時候更重要 因為哲學家互相都是彼此了不起的讀者 在小說和戲劇之中 這樣就比較不太重要了 如果真是好作品 可以單獨閱讀 當然,一些文評家並不想限制自己這樣做 第三種外在的輔助閱讀 包括道讀 以及窄要 這裡要強調的是 在運用這些資料的時候要特別聰明 就是盡量要少用 這樣講有兩個理由 第一,一本書的道讀並不一定是對的 當然,這些道讀的用處很大 但是卻並不像我們希望這樣經常有用 在大學的書店裡面 到處都有閱讀手冊 和閱讀指南 高中生也經常到書店買這類書 這種書就經常產生誤導 這些書都號稱可以幫助學生完全了解老師指定他們閱讀的某本書 但是他們的詮釋有時錯得離譜 除此之外 他們也實際上激怒了一些老師和教授 但是就這些道讀的書籍而言 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 往往對考試過關大有所益 此外,好像是為了要和某些被激怒的老師取得平衡 有些老師上課都會用這些書 盡量少用讀讀的第二個原因是 就算他們寫對了可能也不完整 因此你可能在書中發現一些重點 而那些讀讀者就沒有發現到 閱讀這類的讀讀 尤其是自以為是的讀讀 會限制你對一本書的理解 就算你的理解是對的 因此我們要給你一些關於如何使用讀讀的建議 事實上,這個已經是相當於我再閱讀的基本規則 內在閱讀的規則是在閱讀一本書之前 你要先看作者的序和前言 相反,外在閱讀的規則就是 除非你看完一本書 否則不要看某人的讀讀 這個規則尤其適用於一些學者或評論家的導言 要正確地運用這些讀讀,必須先盡力讀完一本書 然後還有些問題在干擾著你的時候 你才運用這些讀讀來解答問題 如果你先讀了這些讀讀 可能會令你對這本書產生曲解 你會只想看學者或批評家提出的重點 而無法看到可能同樣重要的其他論點 如果是用這樣的方法閱讀 附帶讀這類書的導讀書籍是很有趣的事 你已經讀過傳書也了解了 而那位導讀者也讀過這本書 甚至可能讀了好幾次 他對這本書有自己的理解 你接近他的作品的時候 基本上是和他站在同一個水平上 然而如果你閱讀傳書之前才看出他的導讀手冊 這樣你就隸屬於他了 要特別注意的是,你必須讀完傳書之後 才能夠看這類傳式或導讀手冊 而不是在之前看 如果你已經看過傳書 知道這些導讀如果有錯 是錯在哪裡 這樣的導讀就不會對你造成傷害 但如果你完全依賴這樣的書 根本沒有讀過原書 你的麻煩就大了 還有另一個重點 如果你養成了依賴導讀的習慣 當你找不到這類書的時候 你會完全不知所措 你可能可以藉著導讀了解某一本作品 但一般而言,你是不會是一個好讀者 這裡所說的外在閱讀的規則 亦都適用於擇錄或者情節擇要之類的作品 它們有兩種相關的用途 也只有這兩種 第一,如果你已經讀過一本書 這些擇要能夠換成你的記憶 理想上,在分析閱讀的時候 你就應該自己做這樣的擇要 但如果你還沒這樣做 一份內容擇要對你來說是有幫助的 第二,在主題閱讀的時候 擇要的用處很大 你可以因此知道 某些特定的議題是和你的主題密切相關的 擇要絕不能代替真正的閱讀 但有時就能夠告訴你 你想不想或者需不需要讀這本書 如何運用工具書 工具書的類型有很多種 下面是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兩種 字典與百科傳書 無論如何,對於其他類型的工具書 我們還是有很多要說的 雖然這是事實 但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 就是你能夠運用工具書之前 你自己已經具備了很多知識 尤其是你必須有四種基本的知識 因此工具書對矯正無知的功能是有限的 這樣並不能幫助文盲 也不能代替你思考 要善用工具書 首先你必須有一些想法 不理是幾模糊的想法 那就是你想要知道些是什麼 你的無知就好像被光圈圍繞著的黑暗 你一定要能夠把光線帶入黑暗之中才行 而除非光圈圍繞著黑暗 否則你是沒辦法這樣做的 換句話說 你一定要能夠對工具書問一個明智的問題 否則如果你只是荒惶迷失在無知的黑暗之中 工具書也幫不到你什麼 其次你一定要知道在哪裡找到你要的答案 你要知道自己問的是哪一類的問題 而哪一類的工具書是回答這對問題的 沒有一本工具書能夠回答所有的問題 無論過去或現在 所有的工具書都是針對特定問題而來的 尤其是事實上 在你能夠有效運用工具書之前 你必須要對主要類型的工具書有一個全盤的了解 在工具書對你發揮功用之前 你還必須有第三種知識 你必須要知道這本書是怎樣組織的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樣使用這本工具書的特殊功能 這樣就無助於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也不知道應該要用哪一種工具書 因此 閱讀工具書和閱讀其他書籍一樣 也是有閱讀的藝術的 此外 編輯工具書的技巧也有關係 作者或編者應該知道讀者在找的是什麼資料 然後編排出讀者需要的內容 不過他可能沒有辦法先預測到這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規則要你在閱讀一本書之前 先看最言和前言的原因 在閱讀工具書的時候也一樣 要看完編輯說明如何使用這本書之後 才開始閱讀內容 當然 工具書並不能夠回答所有的問題 你找不到任何一本工具書 能夠同時回答在托爾斯泰的人類的生活 What meant to live by 之中 上帝對天使提出的三個問題 人類的住所是什麼 人類缺乏的是什麼 人類何以為生 你也沒有辦法找到托爾斯泰另一個問題 他的另一個故事的編名是 一個人需要多大的空間 這類問題可以說是不勝目舉 只有當你知道一本工具書能夠回答哪一類問題 不能夠回答哪一類問題的時候 這本工具書對你才是有用的 這個道理也都適用於一般人所共同認同的事物 在工具書之中 你只能夠看到約定續成的觀念 未獲得普遍支持的論點 不會出現在這種書之中 雖然有時候也會 肖肖地擠進一兩則驚人之論 我們都同意在工具書之中 可以找到人的生出年份 以及類似的事實 我們都相信工具書能夠定義字或者事物 以及描繪任何歷史事件 我們不同意的是一些道德問題 有關人類未來的問題等等 這類問題 更無法在工具書之中找到答案 我們假定在我們生活的時代 物質世界是有秩序的 因此所有東西都可以在工具書中找到 但事實並非如此 因此歷史性的工具書就很有趣 因為它能夠告訴我們 在人類可知的事物之中 人的觀點是如何變遷的 要明智地運用工具書的第四個條件就是 你必須知道你想要找的是什麼 在哪一種工具書之中能夠找到這樣的東西 你也要知道怎樣在工具書之中找到你要的資料 還要能夠確定那本書的編者或者作者知道什麼的答案 在你使用工具書之前 這些都是你應該清楚知道的東西 對一無所知的人來說 工具書可以說是毫無用處 工具書並不是亡言無知的指南 如何使用字典 字典是一種工具書 上面所說的工具書問題 在使用的時候都要考慮進去 但字典亦都被當作是一種好玩的毒物 在無聊的時候可以坐下來對它進行挑戰 畢竟這樣比其他很多消亡時間的方法高明很多 字典之中充滿了灰濕的知識 銳智繁雜的資訊 更重要的是當然字典也有嚴肅的用途 要能夠善用字典 就必須知道字典這種書的特點在哪裏 那裏評論希臘民族是在歐洲歷史中唯一未受教育的一群人 他的說話有雙重的意義 當然他們大部分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但即使是少數有知識的有閒階級的人 就教育要接受外來大師的分圖這一點而言 也沒有受過教育的 所謂教育是由羅馬人開始的 他們到學校受希臘人的指導 征服希臘之後與希臘文化接觸 而變得文明起來 所以一點都不用驚訝 世上最早的字典是關於荷馬書中專門用語的字典 以幫助羅馬人閱讀伊利亞特和奧德塞 以及其他同樣運用荷馬式古典字彙的希臘書籍 同樣的,今天我們也需要用專門用語字典 才能夠閱讀沙士比亞或者是喬首的書 中世紀出現了許多字典 通常是有關世界知識的百科傳書 還包括一些學習論述中最重要的技巧討論 在文藝復興的時期出現了外語字典 希臘文和拉丁文雙語 因為當時主要的教育是用古代語言教學的 事實上也必須有這樣的字典才行 縱使所謂皮川野語、意大利語、法語、英語 慢慢取代了拉丁文成為學習使用的語言 追求學問仍然是少數人的特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字典是只屬於少數人的讀文 只要用作幫助閱讀和寫作重要的文學作品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從一開始教育的動機就是左右了字典的編排 當然,保留語言的純粹和條理是另一個原因 最後一個原因而言,有些字典的目的就剛剛是相反 好像牛津英語字典開始在157年,就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在這本字典之中,不再規定用法 而是正確地呈現歷史上出現的各個用法 最好的和最壞的都有 同時取材至通俗作品和高壓的作品 將自己看成是仲裁者的字典編輯 和將自己看成是歷史學家的字典編輯之間的衝突 可以暫時擺在一邊 畢竟,不論字典是怎樣編輯的 主要目的還是教育的工具 這個事實與善用一本字典 當作是外在輔助閱讀工具的規則有關 閱讀任何一本書的第一個規則是 知道這是一本什麼的書 也就是說,知道作者的意圖是什麼 在他的書之中,你可以看到什麼的資訊 如果你將一本字典當作是查拼字 或者是發音的指南 你是使用這本書,但是用得不夠好 如果你了解字典之中,含有豐富的歷史資料 並且清楚說明有關語言的成長與發展 你會多花一些注意力 不只是看每個字下面的列舉意義 還會看看他們之間的秩序和關係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自己進修 可以依照一本字典的基本意圖來使用 當作是幫助閱讀的工具 否則你會覺得太困難了 因為在字典之中包含了科技的字會 建築用語、文學隱喻 甚至非常熟悉的字的過時用法 當然,想要讀好一本書 除了作者使用字會所造成的問題外 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我們一再強調 我們反對 特別是第一次閱讀一本難讀的書的時候 一手拿著書 另一手拿著字典 如果一開始閱讀 你就要查很多生字的話 你一定會跟不上整本書的條理 字典的基本用途 是在你遇到一個專業術語 或者完全不認識的字的時候 才需要使用到 即使是這樣 在你第一次閱讀一本好書的時候 都不要急著使用字典 除非是那個字和作者的主子有很大的關聯 才可以查一下 其他還有一些負面的告解 如果你想要從字典之中 找出有關解決共產主義、正義、自由 這類問題的結論 絕對是最討人厭的 字典的偏贊者可能是用字的權威專家 但就不是最高的智慧根源 另一條否定的規則是 不要物輪吞祖地把字典背下來 不要為了想立即增進智慧能力 就將一連串的生字背下來 那些字典和你的實際生活經驗 一點關聯都沒有 簡單來說 字典是關於自己的一本書 而不是關於事的一本書 如果我們記得這些 就可以推顯出一些明智地使用字典的規則 於是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待文字 一、文字是物質的 可以寫成字 也可以說出聲音 因此在拼字和發音上必須統一 雖然這種統一經常被特例變化所破壞 但是並不像你某些老師所說的那麼重要 二、文字是語言的一部分 在一個較複雜的句子或者段落的結構之中 文字扮演了文化上的角色 同一個字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用法 隨著不同的談話內容而轉變意義 特別是在語音變化不明顯的英文之中 更是如此 三、文字是符號 這些符號是有意義的 不只一種意義 而且是很多種意義 這些意義在許多方面是互相關聯的 有時候會細微地變化成另一種意義 有時候一個字會有一兩組完全不相干的意義 因為意義上的相通 不同的字都可能互相連接起來 就好像同意字 不同的字卻有著同樣的意義 或者是反意字 不同的字之間又有相反或者對比的意義 此外,既然文字是一種符號 我們就將字區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 根據它們指的是一件事或者是很多事 具體名詞或者抽象名詞 根據它們指的是我們能夠感知的事 或者是一些我們能夠從心理理解 腳無法由愛再感知的事 最後,四,文字是約定俗成的 這是人類創造的符號 這也是為何每個字都有歷史 都有經歷變化的文化背景 從文字的字根、字首、字尾 到詞句的來源 我們可以看出文字的歷史 這樣包括了外形的變化 在拼字和發音上的演變、意義的轉變 哪些是古字、廢字 哪些是現代的標準字 哪些是習慣用語或者口語、美語 一本好字典能夠回答這四個不同類型的有關文字的問題 要善用一本字典就是要知道問什麼問題 怎樣找到答案 我們已經將問題建議出來了 字典應該告訴你怎樣找到解答 字典是一種完美的自修工具書 因為它要告訴你要注意什麼 怎樣詮釋不同的宿寫字 以及上面所說的四種有關文字符號的字式 任何人不善導一本字典開頭的時候所做的解釋 以及所列的宿寫符號 這樣用不好字典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如何使用百科傳書 我們所說的有關字典的很多事也都適用於百科傳書 跟字典一樣百科傳書也是一種好玩的讀物 既有娛樂消遣價值 對某些人來說還能夠鎮定神經 但是跟字典一樣 如果你想讀通百科傳書 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一個將百科傳書搶己於心的人 會有被封為書呆字的危險 很多人用字典找出一個字的拼法和讀法 百科傳書相似的用法 是查出時間、地點等簡單的事實 但是如果只是這樣 這樣是沒什麼善用或者誤用了百科傳書 就跟字典一樣 百科傳書也是教育與知識的工具 提提百科傳書的歷史 你就能夠確定這一點 雖然百科傳書 encycopedia這個字是來自希臘文 希臘卻沒有百科傳書 同樣他們也沒有字典 百科傳書這個字對他們來說 並不是指一本有關知識的書 或者是沉澱知識的書 而是知識的本身 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有的知識 同樣又是羅馬人發現百科傳書的必要性 最早的一本百科傳書 是由羅馬人普林尼、Blindy編讚的 有趣的是 第一本依照字母排列順序編輯的百科傳書 是在1700年才出現的 從此大部分重要的百科傳書 都是照字母順序來排列的 這是解決所有爭議最簡單的方法 亦是令到百科傳書的編輯賣進了一大步 百科傳書與正是文字的書所產生的問題有些不同 對一本字典來說 按字母排列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但世界上的知識 這是百科傳書的主題 能夠以字母來排列嗎? 顯然不行 這樣要怎樣排列出秩序呢? 這又跟知識是怎樣安排出秩序有關 知識的順序是隨著時代而變遷的 在過去所有相關的知識是以七種教育藝術來排列的 文法、修詞、邏輯、三學科 和宣述、幾何、天文、音樂、四學科組合而成 中世紀的百科傳書顯現出這樣的安排 因為大學是照這樣的系統來安排課程 學生也是照樣學習 因此這樣的安排對教育是有用的 現代的大學和中世紀的大學就大不相同 這些改變也都反映在百科傳書的編讚上 知識是按專業來區分的 大學之中不同的科系也都大致是照這樣的方法來區分 但這樣的安排雖然大致上是來自百科傳書的背景 但仍然受到用字母編排資料的影響 這個內在的結構只是用社會學家的術語 就是善用百科傳書的人要去找出來的東西 的確沒錯 他基本上要找的是真實的知識 但他不能單獨只看一種事實 百科傳書所呈現給他的是經過安排的一整套事實 一整套彼此相關的事實 因此百科傳書和一般光係提供資訊的書不同 他所能夠提供的理解取決於你對這些相關事實之間的關係的了解 在字母編排的百科傳書之中 知識之間的關聯變得很模糊 而以主題來編排的百科傳書 當然就能夠很清楚地看出其間的相關性 但以主題編排的百科傳書也有很多缺點 其中很多事實是一般人不會經常使用到的 理想上最好的百科傳書應該是 又以主題又按字母來編排的 他呈現的材料以一篇篇文章表現的時候 是按字母來編排 但其中又包括某個主題的關鍵與大綱 基本上就是一個目錄 目錄是在編排一本書的文章使用的 與索隱不同 索隱是用字母排列的 以我們所知 目前市面上還未有這樣的百科傳書 但值得努力去嘗試一下 使用百科傳書 讀者必須要依照編者的幫忙和建議 任何一本好的百科傳書都有引言 指導讀者如何有效地運用這本書 你一定要依照這些指示閱讀 通常這些引言都會要使用者 在翻開字母排列的內容之前 先查證一下索隱 在這裏索隱的功能就和目錄一樣 不過並不十分理想 因為索隱是在同一個標題之下 將百科傳書中分散得很廣 但與某一個相關主題有關的討論都集中起來 這樣反映一個事實 雖然索隱是按照字母排列的 但下一層的細分內容 卻是按照主題編排的 而這些主題又必須按照字母排列的 雖然這樣並不是最理想的編排 因此一本真正好的百科傳書 好像大英百科傳書的索隱 有一部分可以看出他們整理知識的方法 因為這個原因 一個讀者如果不能善用索隱 沒有辦法令百科傳書為己所用 也只能怪自己 關於使用百科傳書和字典一樣 也有一些負面的告解 和字典一樣 百科傳書是用來閱讀好書用的 壞書通常用不著百科傳書 但同樣的最聰明的做法 是不要被百科傳書限制住 這個又和字典一樣 百科傳書不是用來解決某個不同觀點的爭論 不過倒是可以用來快速而且 一路永日地解決相關事實的爭論 從一開始 事實就是沒有必要爭論 一本百科傳書 會令這種徒勞無益的爭吵變得毫無必要 因為百科傳書之中所記載的 全部都是事實 理想上除了事實之外 百科傳書裡面應該再沒有其他東西 最後雖然不同的字典對文字的說明有同樣的看法 但是百科傳書對事實的說明卻不盡相同 因此如果你真的對某個主題很感興趣 而且要靠著百科傳書的說明來理解的話 不要只是看一本百科傳書 要看一種以上的百科傳書 選擇在不同的時間被寫過很多次的解釋 我們寫過幾個要點提供給使用字典的讀者 在百科傳書的例子之中 與事實相關的要點是相同的 因為字典是關於文字 而百科傳書是關於事實的 1. 事實是一種說法 Proposition 說明一個事實的時候會用一種文字來表達 例如阿伯拉罕林肯出生於109年2月12日 或者金的原子序是79 事實不像文字一樣是物質的 但事實仍然需要解釋 為了全盤這樣了解知識 你必須知道事實的意義 這個意義又如何影響到你尋找的真理 如果你知道的只是事實本身 表示你了解的並不多 2. 事實是一種真實的說法 True Proposition 事實不是觀點 當有人說事實上點點點的時候 表示它是說的只是一般人同意的事 它不是說也不應該說以它個人或者少數人的觀察 得來的事實是如此者般 百科傳書的調性和風格就在於事實的特質 一本百科傳書如果包含了編者未經證實的觀點 就是不誠實的做法 雖然一本百科傳書也可能報導觀點 譬如某些人持這樣的主張 另一些人就是另一種主張 但它一定要清楚表明出來 由於百科傳書必須指報導事實 不參習觀點 除了上述的說法 因此也限制了記載的範圍 它不能處理一些未達成共識的主題 譬如如道德的問題 如果真的要處理這些問題 只能列舉人各種不同的說法 3. 事實是真相的反應 事實可能是1. 一個資訊 2. 不受懷疑的推論 不管是哪一種都代表事情的真相 林肯的生日是一個資訊 金原子的罪號是一個合理的推論 因此事實如果只是對真相提出一些揣測 就說不上觀念或概念以及理論 同樣對真相的解釋或部分解釋 除非眾所公認是正確的 否則就不能算是事實 在最後一點上有一個例外 如果新理論和某個主題 個人或學派有關時 即使這個理論不再正確 或是尚尾全部證實 百科傳書仍然可以完全或部分報導 譬如我們不再相信阿里士多德 對於天體的觀察是真確的 但阿里士多德的理論部分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4. 事實是某種程度上的 約定俗成 我們說事實會改變 我們的意思是某個時代的事實 到了另一個時代卻不是事實 但既然事實代表真實 當然是不會變的 因為真實嚴格來說是不會變的 事實也不會變 不過所有我們認為是真實的主子 並不一定都是真實的 我們一定要承認的是 任何我們認為是真實的主子 都可能被更有包容力 或者更正確的觀察與調查證明是錯的 與科學有關的事實更是如此 事實在某一個程度上 亦受到文化的影響 譬如一個原始能科學家 在腦中所設定的真實是十分複雜的 因此對他來說 某些特定的事實 就跟在原始人腦中所想像和接受的不同了 這樣並不是科學家和原始人對任何事實 都有無法取得共鳴 譬如他們都會同意二加二等於四 物質的整體大於部分 但原始人可能不同意科學家所認為的 原始核微粒的事實 科學家可能也不同意原始人所說的 法術儀式的事實 這是很難寫的一段 因為我們文化背景的影響 我們會想同意科學家的說法 而很想在原始人認為的事實 這兩個字上加引好 這就是真正的重點所在 如果你記住前面有關事實的敘述 一本好的百科傳書 會回答你有關事實的所有問題 將百科傳書當作是輔助閱讀的藝術 亦就是能對事實提出適當問題的藝術 就和字典一樣 我們只是幫助你提出問題出來 百科傳書會提供答案的 還要記得一點 百科傳書不是追求知識最理想的途徑 你可能會從其中條理分明的知識之中獲得啟發 但就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 百科傳書的啟發性亦是有限的 理解需要很多相關條件 在百科傳書之中卻找不到這樣的東西 百科傳書有兩個明顯的缺失 按道理說 百科傳書是不記載論點的 除非這個論點已經被廣泛接受了 或者已經成為歷史性的趣味話題 因此 在百科傳書之中 主要缺少的是說理的寫法 此外 百科傳書雖然記載了有關詩集和詩人的事實 但其中卻不包含詩與想像的文學作品 因為想像與理性都是追求理解必要的條件 因此在求知的過程中 百科傳書無法令人完全滿意 那就無可避免了